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尹爸 朋友们 挑扫托机吗? 今天我们来开箱这台 石头 S8 Max V Ultra 极致贴墙AI旗舰扫机皇 它带来了八大独家首创 采用双AI仿生动态伸缩机械臂 极致贴墙 清洁覆盖率达到100% 聪明臂障免收时 而且再加上十合一全能清洁座 一切全自动 可以自动集成 自动臂障 热水洗脱布 热风烘干 堪称最全能的冰原机 好 不啰嗦 我们就直接来看开箱 Let's go 好 我们先来看 2020年最顶的扫托机器人 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左边是上下水版的水立方 右边是水箱版 那S8 Max V Ultra 相较于前一代有着巨大的变化 它的造型变得更内敛更紧凑 光是从外观上面就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是自动上下水版的水立方 它超薄的设计 简直就像影表机一样 那两个版本的扫托机 都是相同的 差别在于充电站 我们先直接来看 S8 Max V Ultra的亮点功能 它的第一个进化是 AI仿生动态伸缩机械壁 那在以往的扫托过程中 由于结构的设计 传统的扫托机 它很难清除边角的灰尘毛髮 它就会很容易堆积在墙角缝隙 所以S8 Max V Ultra 它的右前侧多了仿生动态伸缩机械壁 当它走到墙角的时候 就会自动伸出边刷 可以加强清除角落的灰尘 角落的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 机械壁伸出的时机很微妙 那只有在墙角的时候才会伸出 那它平常都是缩起来的 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第二个进化是极致贴墙小磨手 其实每一台扫托机 它都标榜能够拖地 但大多数的扫托机 它的拖布会有死角或者是漏拖 所以S8 Max VR 它很聪明的在机身的边边 加了一块圆形的小拖布 那它是使用平板振动拖地 加上小磨手 可以大大减少漏拖的范围 扫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 前面的边刷伸出来 拖布也是同步在后面进行湿拖 那同时伸出的小圆拖布 它也会旋转 可以更贴近墙边 有效清除看不见的灰尘 第三个进化是动态升降双主刷 S8 Max VR搭载的是 领先业界的1万帕 Hyperforce超强吸力 在吸的过程中 双橡胶主刷 它会用正反方向同时卷入脏污 那同时主刷台声 可以帮助扫地机器人 轻松跨越障碍 轻扫的过程中 声音也更加安静 同时它也内建安全的隐藏刮刀 可以割断毛发 避免缠绕 第四个进化是三段式热水洗脱布 那家庭污垢难免都会有油污 对付油污当然就是热水最有效 所以S8 Max VR在自动洗脱布的时候 可以动态三段式调整水温 分别是60度50度以及常温 那这边我来展示一下热水洗脱布的前后差异 真的是差非常多 那同时在App里面也可以看到 这一次多了AI 它可以自动辨识脏污 自动选择温度 你如果比较脏 它就会自动用热水帮你洗脱布 那这样的优点就是省电 再来第五个进化是 独家60度的双通道热风烘干脱布 整个扫脱完成回去充电站自动清洁完成 它会自动进入热风烘干程序 让脱布干得更快 那避免发生异味 第六个进化是 每分钟4000次的深波振动拖地 那其实你看以往的扫脱机 它的脱布都是采用两块旋转脱布 那旋转式的缺点就是经常会缠绕电线 所以S8 Max VR它这一次改用平板式的超深波振动脱布 那两块四驱双振动模组 它的深波振动每分钟可以高达4000次 不只是清洁更高效 更不会纠缠卡电线 而且它在清洁的过程中侦测到地毯 脱布会自动抬升2公分 避免弄刺地毯 不过这边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少脱机器人它可以脱地 但是不能吸水 如果你碰到大量的汤汤水水 建议你还是要拿洗地机来吸 再来我们来看到清水枪 这一次它内建了FOF抑制水垢的模组 像中南部水质较硬的地区 它就可以抑制这些水垢 减少白色的结晶 这个模组一般都是 比较高阶的净水器才有 现在连洗地机都有 前面的磁吸面板把它打开来看 你也会看到一个超大容量的自动添加清洁液 这个容量有580毫升 是大容量的清洁剂筒 你添加一次清洁剂 就可以使用3个月以上的时间 再来就是AI的部分 这一次它多了Directech AI智能脏污检测 加自动复洗复托 它会自动辨识脏 并且自动加强清扫 同时可以在APP去勾选自动复洗复托 它就会针对特别这样的地方 自动再回去重复清洁 我要特别说一下 S8 MESV ASRA真的从来没有让我去救过它一次 一次也没有 它搭载了Reactive AI 2.0智能障碍辨识 它有内建RGB相机 以及3D结构光 可以辨识多达73种物体 那如果遇到障碍物 它会自己绕开闪过 就算是电线、袜子、口罩 这种很细小的物品也都没有问题 那你在APP上面 它也会显示这次扫脱的行程中 中间遇到哪些障碍 你回家就可以知道哪边没有扫到 它都会自动避开 而且它还会拍照 S8 MESV ASRA 它也支援AI语音声控 只要你说出Hello Lucky S8 MESV ASRA 它就可以依照指令进行清扫 Hello Lucky 我在 全屋清扫 好的 开始请节 那另外家里如果有宠物啊 或是请保姆在家雇孩子的家庭 你也可以透过APP 开启即时视讯通话的功能 那你每次开启只要输入密码 图形密码这样画一下 就可以跟S8 MESV ASRA 进行远端视讯 那你也可以遥控它 走到你家里的任何地方 在APP里面 你可以特别勾选宠物环境 那这一次的宠物快照 就可以结合RGB镜头 在清扫的过程中拍摄你家 毛小孩的可爱快照 或者是一键寻找宠物 那S8就会在家里去帮你寻找宠物 那如果你按下专业宠物清理 那你家里的宠物用品周围 就会加强洗礼 让家里的环境会更干净 好 看完扫拖机的强大威力 接下来我们回头来看 十合一全能清洁座 清洁座分成自动上下水的版本 水立方以及水箱版 那简单说 水立方就是直接把水箱的高度拿掉 改在后方接水线 它堪称是业界的体积最小 那高度仅30公分 它可以完全融入家里的装潢 你也不用在上方预留水箱抽出的空间 安装的过程中 你只要先把水线从后方接好之后 就可以省去自己补水倒水的工作 所以如果家里的条件允许 我真的会建议你直上水立方版本 那这次多了一个功能 叫做自动反占补水 那每个家庭的频数都不一样 以我家25频来说 大概少到一半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反加补水加洗脱布 它可以确保扫地机在过程中 始终是保持一样的湿度去拖地 两个版本都有内建FOF的抑制水购模组 也都有三段式热水洗脱布 再加上前面介绍的AI智能脏污检测 它会自动帮你检测脏污 很脏的话就自动洗脱两次 也都有独家60度双通道热风烘干脱布 打开前方的磁吸面板 它也配备了超大的集成带 最常可以累积两个月免倒垃圾 那右方的580毫升大容量清洁筒 那你添加一次清洁器就可以用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自动清洁座除了帮你清洁扫脱机之外 其实机座本身它也会自动清洁 这次有一个独创的滤网设计 它可以帮你集结大垃圾 你只需要每个月定期去清洗滤网 那你再维护起来就会非常的简单 好 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 扫地机器人发展到现在啊 功能上其实差异不大 它都可以帮你做自动扫脱、自动换水、自动集成 但如果认真要计较清洁的细节 差异非常大 那以前的扫脱机大致上 能够帮你清洁地面上90%的脏污 那剩下10% 你再用手持的无线吸尘器去补 那以前的扫脱机在出发前 你要自己先搞定地板上的一些袜子、电线 以免你到时候要去救它 这一次S5S Vatra 进步的点有很多 前面都讲了一大堆 不过对我来说啊 最有感的部分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双AI仿生动态伸缩机械壁 它的托布跟毛刷可以同时伸出 可以帮你把清洁的覆盖率 从90%提升到100% 那最重要的是喔 这次S5S Vatra 它的臂障真的是太聪明了 我完全不用特别的去整理地面 什么袜子啊、电线啊 S5S Vatra 它都会自己绕过去 就不像以前扫地机器人这样 每次回到家 你会发现它没有在基站里面充电 那你要特地每个房间去找它 看它到底卡在哪里 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最有感 我曾经听过人家讲过一句话 Buy trip, buy twice 什么意思咧 就是你买便宜的 你会买两次 那S8 MES Vatra 售价确实比较高 但性能确实比较强 真的建议宁可一次到位 也不要省小钱 然后跟缺点妥协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如果大家对S8 MES Vatra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是云棒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